皇上 臣这个相国只是个虚职 臣的实职仍是个都市 大明刚刚开国 李善长就疯狂暗示 所要首任丞相之职 朱元璋面色不悦 心中略过一丝不安 但还是假意安抚李善长 过不几日 咱就马上任命中书上的各级官吏 李善长心中安息 看来这事没白躁 大明的首任丞相非自己莫属啊 你越是这么要 咱就越是不给你 可如果不给的话 又该拿什么来制约他呢 朱元璋一筹莫宅 就在这时 二弟徐达跑到宫里来 和马皇后商量结亲的事 那正好咱俩何意中 截着久禁 朱元璋一吐心中不安 这中书省上城天子 下同六国三院 包括各省州府县 中书省左丞相 那是实实在在的相国 可谓业人之下万人之少 权力大的惊人 如果都交给李善长业人 实在让他睡不着觉 凭李善长的威望 有朝一日驾攻皇帝 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可如果不是丞相 皇帝一人还不累死 这可咋整啊 既然刘伯温可以监管 骄兵汉将 那武将也可以监管一下 文臣世子啊 马皇后当头棒喝 祝愿一张醍醐观点 这天上掉下一个大宰相来 就在掩盘前 怎咋没看见呢 谁啊 薛达踹着明白装糊涂 就是你 薛达 你薛达跟咱起事最早 在文臣之中威望也高 又位列六宫之首 论子力百威望 都比李善长指强不差 最重要是你为人低调 所以越看你越合适 咱只会带兵打仗 咱管不了那些政事 薛达称皇称孔 企图以这个理由回避 怎料他越是如此 就越和朱元璋的心意 马皇后也一唱一和 管得了管不了是另一回事 只要把你放在宰相那个位置上 就是一种威慑 薛达本就淡薄名利 再加上之前的教训 才不肯上这个套呢 少尉 这顿饭吃的怕人 咱得走了 可朱元璋不依不饶 作为条件 薛达的兵马一改不动 只让他坚韧左丞相就行 不敢不敢 坚决不敢 怎料他越是叫唤 朱元璋就越兴奋 觉得薛达不是个贪恋权位的人 马皇后也风唱覆遂 重情义 明是非 文武全才胸怀坦荡 两口子唱双簧 学打脑梅直冒汗 再这么玩下去 非被玩死不可 你们两口子一唱一和的 非得把咱给剁了 于是脚底抹油溜了 朱元璋这下踏实了 此人一上早朝就下旨 中书省设左右丞相 以左为尊以右为府 左右丞相君丞相国 中书省左丞相为 说这话时 朱元璋故意停顿了一会儿 目光丑相地擅长 只见他激动着心 颤抖着手 一看就是望穿秋水 朱元璋突然有一种 猫戏老鼠的快感 为让这快感来得更猛烈些 他大声宣布道 前军元帅 魏国公徐达 此言一出 李善长顿感晴天霹雳 朱元璋这才宣布 中书省右乘相为 韩国公李善长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徐达在心中暗骂 他瞄得到底还是被坑了 李善长则神情呆之 刘伯温却以鸡敏地第一时间奉上了彩虹屁 皇上圣断 臣当领旨 朱元璋表面平静 心里却美得很啊 悦人之乐 其乐无穷啊